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國務院今天即是23號發佈了反恐白皮書 用詳細的例子說明中國的反恐法律制度 又舉出多個例子用有力的實證 來反擊美西方以所謂法治人權為藉口干涉他國內政 侵犯別國主權 今年是全球多個地方的大選年 尤其是美國、英國都經常打中國牌爭取選票 國務院今次的白皮書可以說來得及時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全名為 《中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 開宗明義就說明 中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國 長期面對恐怖主義的威嚇 而中國歷來非常重視反恐怖主義法治建設 通過替結和參加一系列國際公約條約 修改完善刑事法律 不斷累積反恐怖主義的法治經驗 面對國際、國內恐怖活動的新情況 中國持續深化對反恐怖主義法治工作的形式 全面總結反恐怖主義工作的規律特點和實踐做法 借隔其他國家的經驗 制定反恐專門法律 完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 為了加強反恐怖主義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 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案進行開庭審理時 針對三名被告人未委託辯護人等情況 依法為他們指定辯護律師提供辯護 保障他們的訴訟權利 另一宗例子提到 犯罪嫌疑人亞某、邁某、阿拉某、玉某、穆某 五個人涉嫌參加恐怖組織罪被立案調查 但檢察院查明後 認為亞某具有組織行為 而其他人就不具有現實危害性 所以最後只拘捕了亞某 這些例子都說明中國一直努力對抗恐怖主義之餘 更加是不斷改善法治水平 保障公眾的人身安全 根據白皮書所指 全國群眾安全感調查顯示 中國群眾安全感由2012年的87.55% 升至2021年的98.62% 得到群眾肯定 白皮書也有提到香港2020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恐怖活動犯罪 以及處罰作出規定 每個國家的國情都不一樣 白皮書就這樣說 確保反恐工作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但各國的政治體制、法律制度、文化傳統存在差異 所面臨的恐怖主義形態、形式、行為表現都不盡相同 在反恐怖主義法治實踐上不可能完全一致 國際社會應該海納不同形態的反恐怖主義法治途徑 堅決反對反恐怖主義雙重標準 反對將反恐怖主義問題政治化、工具化 亦都暗示美西方的雙重標準是多麼卑劣 一方面他們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來反恐 但當中國亦都努力反恐保障國民安全時 就遭到無上限的造謠抹黑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美國自從受到911襲擊之後 在全球掀起反恐戰爭 將不少嫌疑人壓到由美國管理位於古巴的關塔那摩灣監獄 這個被稱為地獄的監獄 美國在那邊對囚犯嚴刑逼供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審訊 遭外界評擊多年 就連前總統奧巴馬亦都命令關閉 但就遭到國會阻止 到今時今日這座監獄仍然運作 美西方沒有審視自身問題 就一直用人權法治來攻擊中國 無視中國多年來的努力 尤其是今年全球進入大選年 這些嗜血的政客只會加強針對中國爭取選票 不過中國就保持大國風範 沒有跟隨造謠抹黑的風氣 反而用白皮書舉出反恐實證 因為現實中國人民生活幸福美滿 就是最好的反擊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和大家朝點短打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G أن Salta accumulate